我要買這支 我選了大概一百一十五萬的貨 健身人科醫師聽完了我所有的陣頭之後就跟我說 你現在先去跟Sales說 你那筆不能去結帳了 因為你現在真是造症發作 十八歲的時候就有被診斷是有躁鬱症 但當年我是因為覺得有點亂吃減肥藥 加上多重的壓力 所以引發我當時的這個躁鬱症的這個情況 那其實長大後之後就再也都沒有發生 我也不覺得我有 五月多的時候那個時候多重的壓力下 我可能就還是有點發生了這個躁鬱症的情況 因為我就開始就是很多想法很多idea 然後包括說我想要開公司啊 我想要做很多事啊 我想要拍youtube 我想要賣衣服 我想要唱歌 我想要幹嘛幹嘛幹嘛 然後就超多事 開始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我開始亂買東西 就是造成一個算是蠻明顯的一個症狀 就是亂買東西 就是我先去買了一台車 我被抓去住院的前一天 我先去買了一台車 應該是我朋友的朋友開的車行 然後簽了一台車 然後車帶正在辦 隔天呢 因為我就是因為想要籌備公司嘛 所以我就去申請信貸 然後信貸完了之後呢 我就去想奈兒選貨 我選了大概一百一十五萬的貨 然後 沒錯 我選了一百一十五萬的貨 然後 我朋友 因為他們都很擔心我嘛 因為他們知道我最近想不太多 他們就叫我去看醫生 所以我選完了貨 我還沒有結帳的時候 我就先去了 精神科醫師那筆 精神科醫師聽完了我所有的陣頭之後 就跟我說 你現在先去跟Sales說 你那筆不能去結帳了 因為你現在真是照正發作 你現在沒有辦法去結帳 然後我就跟Sales取消 買車的那個其實是後來 我爸他們評估之後覺得說 我現在先不用買車 等出院的時候想要買再買 所以後來買車的這個 他們也先幫我先取消 因為車帶也還沒有下來嘛 醫師現場評估之後 他就覺得我照正發作 那他現場其實也有打給我的爸媽 跟我的朋友們 然後我朋友們他們都堅持 就是說對 他們覺得我最近很奇怪 思想也很豐富 然後醫生跟他們說 是不是希望我住院治療 我的朋友們跟我的家人都說 是希望我住院治療 所以就住院治療了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些 我亂買東西的片段 好好看喔 他要買這支 今天呢住院的過程其實就是 因為醫生是先讓我在急診等床 然後等了其實非常久 然後我爸也從台中趕來 那我爸看到我本人之後他比較放心了 他也是覺得說不然就不要住院好了 可是呢護理師就跟我說 可是你已經排到床了 啊精神科的床其實是很難等的 你要不要就是好好的治療 我就想說 好吧既然他都這麼說了 我確實也覺得我有一點點怪怪的 不然我就住院治療 醫生原本說一到兩週嘛 聽起來還好 我就想說 好不然我就住院治療看看 嗨各位 我現在在急診室 其實因為就是醫生不是說我要住院嗎 然後我們就先來急診了精神科觀察室 然後我爸也從台中趕上來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他就殺眼說 其實也沒什麼事為什麼要住院 我就說 啊因為醫生打電的時候 你就說要住啊 所以醫生叫住啊 你不用花100萬 沒有啦原本不小心會花100萬啊 因為原本就是我最相耐的看 原本只是看一個一個包包 它是20幾 然後我看了一個墨鏡 我忘記多少錢 墨鏡我也沒有問就好以前 跟鞋子 然後這樣加起來總共是20幾萬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有一個那個珠寶盒 它就是一盒裡面有4個小費包 然後是限量的 然後那個88萬 然後他就問我要不要 我就說好要 所以就是110幾萬 然後原本下午要去刷卡 你們要不要刷卡要去附線 阿姨你有給電機嗎 他們不用不用 都不用 但是我今天竟然要買了100萬的貨 哈哈哈哈 它是雙冷場 而且是雙冷場關卡個兩天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要買一個雙冷場 好啊 還關卡個一兩天 啊可以可以上電嗎 差不多在半小時 再等一下 好謝謝 搞不好不能有電話 我在急著還有用手機拍一些影片 住院的時候其實手機都是被沒收的 包括說 嗯 一些什麼玻璃的用品啊 尖尖的東西啊 這些都是禁止 真也會請我的家人幫我帶一些東西 例如說就是 錢啊 電話卡 水杯 牙膏 沐浴爐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因為當時住院的時候我已經是週二晚上 我已經錯過他們每週買東西的時間了 所以他就請我的家人幫我準備了一些零食 讓我可以度過這一週 所以我家人有幫我準備零食跟水果 還有一些什麼文具啊 日記啊 書啊 衣服等等 然後就是 只能在第一次住院的時候 全部一次送到位 之後就不能再有訪客 所以這兩週其實我都是沒有訪客的情況 這個醫院是我自己本身跑業務跑的醫院 很多醫生朋友們 就是還有部長啊等等 他們想要來看我都被禁止 就是真的是禁止訪客超級嚴格 就是有部長想要偷溜進來 然後護理師就說 你要幹嘛 我們這裡禁止訪客 然後就把部長轟出去 就是超級 真的超嚴格的 還有很多大家都問說 每天在裡面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來 訴說我大概每天 基本上都是這樣子過生活 然後順便穿插一些 那個我在裡面畫的一些 院內的一些圖片給你們看 每天就是七點起床 然後因為七點有熱水 我就七點就開始洗澡 吹頭髮 然後大概七點半的時候 就會吃早餐 九點的時候呢 他會開櫃子 因為玻璃的用品啊 跟咖啡都是放在櫃子裡面 每天早上 只能早上的時候喝咖啡喔 所以早上的時候 我就去保養啊 用臉啊 然後跟 把那個櫃子裡面的咖啡 泡成一小杯 就是那個 泡在保溫杯 就每天的精神糧食 我九點到九點半 因為我有跟醫生有行為 我約定我可以走病房 走十圈 就是運動 所以我有走十圈 再來十點到十二點 就是畫圖看書 然後有打電話的時間 就是十點到十二點 可以去打電話 十二點之後呢 就是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大概一點到三點 四點 我就是看書畫圖跟睡午覺 然後五點呢 就會 吃飯吧 運動的話 就是有時候是早上的空檔 或是下午的空檔 就會運動 就是我就會做 伏定比車五十下 兩臥起座跟下伏一百下 然後深蹲也五十下 然後跟十五分鐘的瑜伽 就是我每天都會做運動 不然我就覺得 我在院內那個肌肉量就會流失掉 所以我每天都有運動 晚上七點到九點也可以打電話 就是用電話卡打電話 八點半到九點可以開櫃子 然後就是晚上的保養的時間 九點到九點半是 又是我的走路時間 走路完之後呢 我大概九點半就會吃藥 吃藥完就開始睡覺 就是大概我每天的日子就是這樣子過 接下來我要放一個片段 是我出院的時候 我有拍了一小段片 我看到我有嚇到欸 就是很明顯那個人就是扶藥下的狀態 就是整個人講話就是那種飄飄爛 哇哇音的那種感覺 超怪的 終於出院了 待了十四天媽媽跟九九來接我 我說你爸爸是世界上最疼愛你的男人 這輩子也都找不到第二個了 什麼都可能為你付出 甚至用他的生命去換取經錢 來幫你補這個洞 對啊你看 他還問說意外嫌如果 我死了意外嫌可以多少錢 蛤 他已經已經到這樣了 他已經憂鬱傳染這種被關了 我又沒有說花什麼錢 他沒事他只是把你 把你那個事情想的非常嚴重 他已經先想好去補貨 想說沒有辦法 對啊 還加到你哥哥以後要好好照顧你 他已經先變成有這個症狀了 所以你回去是要好好的 好回去好好跟他講 真的要好好的跟他講 讓他心情好一點 讓他放心 他自然就會好 好 讓爸爸變憂症 那怎麼辦 好 不會啦我會好好跟他說 不要說啦 好 不要讓你擔心啊 好 如果你有正確的道路的話 他們不會全家那麼想要支持 我知道了 媽媽賣考啦 不是 幹嘛哭啦 沒有 對啊 你們就是一家人就是共體 沒有嗎 都沒有想媽媽 媽媽 有嗎 媽媽不在兩個禮拜耶 媽媽 兩個禮拜不在你都沒有想我 媽 有還是沒有 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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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以上就是我住院的一些心路歷程 其實現在已經出院一個多月了 然後從五月到現在我都覺得 因為包括五月初我得了COVID-19 在家休養兩個禮拜 然後五月只上了一個禮拜的班之後 我就被抓去關了 我就覺得這一切都超級不真實 很像一個超寫實夢境 就是一切都超不真實 超不合理 但卻是確確實實真實發生在我人生中的事情 是我必須一輩子都需要面對的課題 包括說我必須要好好的吃藥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養成健康的身體 那我其實很謝謝我的家人 就是尤其是我爸 因為我爸就是因為我的狀況 他還得了焦慮症 我暴瘦了六七公斤 整個人就是現在都還是常常很擔心我 那我覺得也很對不起他 我一個人住在台北嘛 那我爸爸在台中 沒有辦法讓他們好好的放心 就是也覺得很對不起我的家人 那我還要謝謝我的朋友 就是我在台北的朋友 他們在發現我就是有一些奇怪的行為之後 其實他們都一直打給我爸媽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分別的打給我爸媽 跟他們說我的狀況 也謝謝他們逼我去看醫生 不然我現在可能真的會面臨超級龐大的債務 謝謝他們就是在我身邊一直支持我 就是超級感謝我朋友跟我的家人 那以上就是我的這些心情的分享 那希望這支影片能幫到有類似經驗 或是有好奇說是住院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些人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椅底下留言 或是說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話 你私訊我也沒關係 我如果有看到我就會回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新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